因为这个东西应用面太广泛了 主要就是说除了当然你可以抓网络股市资料 抓那个其他像什么抓台银 台银外汇的也有 所以你找那个什么 外汇查询会找到台银那个网站 那个台银网站里面 一样可以去捞资料 所以其实前面我们主要 本来我是想要讲外汇 不过这个外汇的范例 它里面的东西又更复杂一些些 所以回去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到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台银外汇关键字 它会有一个网页 里面就是每天的那个美元 日元等等的相关的报价 那一样呢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放在手机里面 可以被看到的话 那基本上步骤 大概差不多这些动作 我也是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Java 所以如果你要先try的话 你可以先试试看用Java的方式来试 那Java的部分的话 大概因为我习惯是先从简单 因为Java的好处是 它不需要太多界面 反正就输出 看到就表示应该OK了 连线没有问题了 因为有的时候 你们在直接就是放到Android里面 Android Studio里面 到底错在哪里 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去厘清 到底是程式的问题呢 还是界面的问题 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因为总是要先厘清 所以如果说我们一样 假设你们回去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也许我在这边 New一个Class 这边有一个新建一个Class 然后名称的话呢 就是你去找一个Class 我们是用那个什么URL 那个Exchange Finish 里面的话呢 也许你可以把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这一串 包含Import 它因为它用的东西 比如说URL URL Connection等等的 甚至连那个什么Apache 这个也一样 刚刚同学 遇到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可能你最后 这个也要 去试着 要把它Import进来 如果没有Import的话 这个网络连线 最后要怎么样 帮它解析为 那个我们的 这个By Array 也会有问题 所以这一串 其实也是这样 把它Ctrl-C 然后你可以在 这个地方 一样把它Ctrl-V贴上 全部贴上 那这个程式就写完 那你可以RUN一下 基本上 直接执行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网络上面的那个 外汇资料全部下来了 其实没有等待几秒钟 那我们做的事情 基本上跟浏览器做的事情 没什么两样 只是说一个是在Java里面实作 或者手机上实作 那一个是从 浏览器它也是从网络上抓资料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将来要写一个 甚至有人想说 用Java写那个网络爬虫 你想要把所有网 全世界的网络资料 通通都抓下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都一直跑 拿去抓什么 抓所有网页里面的超连结 网页的超连结 然后第一个先把所有的网页的超连结 某个区段好了 你不用 刚开始不用 你就是某个区段里面的某些超连结 全部抓出来 然后再把重复的部分移除掉 然后再一个一个全部把它抓下来 抓下来的话呢 你是一个stream嘛 那你也许可以把它存在什么 存在资料库 或者甚至你不要存资料库啦 你可以输出一个档案 也可以啦 用档案的形式 那这样网页上面所有东西 输出也许你可以输出什么html 也可以全部都抓下来 没问题啦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我们外汇的资料 就是可以先把它抓下来 那如果说呢什么时候会是无资料 就是它是一个减的符号 minus符号的话 那就显示成没有资料 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想回去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试着怎么样 把外汇这个部分 再转成什么 转成enjoy 我想流程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再练习看 因为我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去把这个细节部分再讲一下 那其他的话还有所谓的 我看输出潮汐吧 这个我看一下是不是潮汐资料这个 因为我最近写的那个潮汐的部分 大概也都类似啦 只是也是从网路上抓资料下来 这个这个是不是没 也是一样可以从网页上抓潮汐资料 潮汐资料的高低 其实网页上都有 你也可以去网路上抓下来 放在手机里面 这个都没有问题 至于其他的 还有csv xml 比如说开放资料 那我上次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 他有一些那个开放资料 像哪里快速道路有塞车或没塞车的话 这边也都有 所以这个地方 我上次还跟各位讲过来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网站 他有开放那个就是几条重要的快速道路 比如说市民高价 建国高价 他的平均时数 那我当然也可以怎么 去抓到他这些讯息 并且也许将来也可以把它改写成那个 就是一个anjoy程式 告诉我说哪里塞车哪里不塞车 这边也都有 那来源部分 因为这个上次好像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怎么抓到的 其实我抓那个资料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当然是到台北市政府 这边有超连结 你可以连进来 那我怎么知道 它的那个连结放哪里 其实可以从这边点击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下载 下载的时候按右键 有一个什么呢 复制连结网址 这个地方你把它复制一下 再开一个新的把它贴上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 把它 我把它enter好了之行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跳出什么 XML 那实际上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 去用网页的方式 它会下载XML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下载的话 而是去抓取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刚刚的方式 它就会丢到一个什么 丢到一个字串里面 也就是把这个XML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丢到哪里呢 丢到字串里面呢 那可是问题 那我怎么知道 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字串 实际上呢 我就是把这个档案 也许就是把它放在桌面上 然后呢 我做什么事 把它储存好了 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 我再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也许我用那个 一般习惯的话 会用那个Nordepay++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结构呢 一定也是这样子 一个头 一个尾 然后我需要的部分的资料的话 就是它的 它的哪里呢 它的那个 这个名称 所以我就用什么index of 先去查前面的 然后呢 再查后面的这个资料 这个标签 所以呢 我们一样会有个start 一个end嘛 头跟尾 查到了 再把中间的东西 用substreet呢 把它切出来 那我就有头 有没有 就是我要的部分的 然后呢 它的平均时数在哪里 就是这个 所以它的头 也可以查这一段 尾巴呢 就查这一段 然后一直往下 查查查查 然后再来的话 中间也许你可以 多加一个判断 如果它的时数 低于的话 低于30 低于40 那就再显示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不要显示 其实我们 会抓这些资料 主要想要知道什么 就是哪里塞车 其实不塞车 我知道干嘛 不塞车 我以后开过去 就过去就好了嘛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随时帮我check 然后check到之后呢 也许最好更贴心是 如果刚好 我要往那个方向去 它会预先告诉我说 那边塞车 不要往那边去 这样就很好 可是哦 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 因为你还要知道 你的location 对不对 而且还要知道 你的方向 对不对 那假如退而求其次 那个人自己按了 至少知道说 你要往 因为他要 可能还是要自己判断 那可是如果自己判断的话 你就帮他写 至少告诉他说 哦 哪几条路塞车 你现在可以避开就避开 OK 所以哦 这个地方呢 那我就 这边也有一个写了一个 就是说 这什么 塞车嘛 对哦 第一个是全部列出来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底下也有程式嘛 所以哦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那我的逻辑是什么 把它复制一下 哎 这个 当然你要 你要用的话 记得就是 这边有一个什么 URL 底线XML 我们先键什么 键一个class 所以哦 你可以从这边按右键 new一个class 一样把这个贴上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程式码 从import 一直到底下 复制一下 贴到这里面来 一样什么头跟尾 那如果说 我今天想要知道 哪里塞车 台北市快速到哪里塞车 执行一下 这边就出现了 OK 有没有发现 那我是设定多少 假如平均时速 低于40的话 帮我显示出来 所以只有这些 哎 这个是现在式哦 因为它每五分钟更新一次 所以现在哦 哪里最塞呢 但你最后当然也可以把它做个排序 比如说哎 塞远出来结果 再排序 甚至如果说长时间的 假如你每天都一直观察 那你可以去做统计嘛 哪些 几乎只要是 什么时间点都会塞车 那不就有个 一个报告了吗 大数据 大数据怎么来的 就不断去 去去去去 去把这些资料取得嘛 get get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的条件 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结果 有没有 我就只有抓什么 道路名称 平均时数 所以会列出来 那这里面的话大概 其实我们这个里面程式 基本上都跟刚刚的程式一样 会有哪些 1下载的网址 2去下载 1到5都一模一样 3的话呢就是怎么样 去把那个资料丢下来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URL data 把这个东西抓到之后 丢给谁 丢给拍摄 反正逻辑上都一样 然后去切什么 切歌就是从这边去切 基本上我是什么 一个start start就是头的位置 end就是尾巴的位置 所以会多一个斜线 然后往下抓 抓到之后放在temp里面 再放在我的那个增加一个 就是Arelix加加加 OK 那加完之后的话 我输出的条件 这边有一个if speed 有没有 小于40 那当然如果你要改一下 30好了 因为如果40 好像感觉还可以接受 30就不行了 OK 因为其实走走停停 真的累死人了 开塞车路段 比你开长途还要更累 所以你要避开的话 那比如说执行 30以下的 OK 目前只有这几条路 所以等一下 因为我们也差不多时间 差不多也下课了 那如果等一下 我会经过这几条道路的 你可以避开了 哪些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马上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然未来 你可以想说 老师这还是不方便 我还要知道说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 location 对不对 所以在手机本身会有GPS 你要先知道 目前location 然后那几条道路 它也有GPS 它也有那个 就是它的坐标 那你要把那个坐标 在地图上画出来 换个红色的 那那个都做得到啦 只是说你要懂得去应用人家已经给你的那些类别 对不对 这class怎么去操作 你就弄一弄 就会有最后的结果了 那因为我这边只有Java 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其实只要Java写得出来 后面的都写得出来 那Java如果写不出来 那后面都不用讲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了 还有更多 我只是举例子 在那个台北市政府 它至少两三千种的这种资料 所以你如果当个市长 对不对 你干脆就全部开放出来 然后找一些会写APP的人 全部帮你搞定了 对不对 全部你要什么 就把它建所有的东西 你要什么讯息 我按一下APP 有个市议员问的问题 马上我会跟你讲 你去下载某个APP就有答案了 OK 好 那这里的话 画面下还给各位一下 那因为 时间的关系 那个下载网 下载网络资料的这个单元 我想大概就 可能就先在这边打住了 因为后面可能再讲就讲不完 而且复杂度真的太高了 然后难度的话 对各位来说 可能就亮丽而为 如果可以的话 那花一点时间去try 那不行的话 你可以先打 后面我们后面主要还有 intent 就是如果你要启动 其他的页面 或者是说 你要去跳到什么google地图 或者是跳到什么地方去 打电话啦 网页啦等等的 那就intent intent可以往外去切 跳到别的地方去 或者是我们的activity的生命周期 再来就是那个 我们的sicle 9 资料库部分 那当然我们网路上的资料 如果你要存放 你也可以存在sicle 9 可是sicle 9要怎么建立 create一个table create一个database 所以后面的部分 我在云端上都有放 如果有时间的话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资料库怎么做新增修改 新增修改删除查询 其实这些做到的话 资料库大概也够用了 那网路资料可以连接资料库 那这样的话 其实基本上很多地方 就很好处理的 下载下来东西 你也可以先把它存在你的sicle 9里面 然后你将来要做查询也很方便 只是说这边 因为它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个复杂度 当然相对的也就越高了 所以恐怕如果前面的范例 假如你还是蛮陌生的 我是建议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 慢慢看 那另外最后一里路就是说 上传到Google Play商店 我觉得这个我也还蛮想讲的 因为像我最近也是一直 其实我在做那个上传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把每个画面都截图下来 就是我走过一遍 然后我将来只要告诉你说 你就照标准化流程 你的App就传上去了 这个还蛮多事情要做的 如果你照着做 App就上去了 所以以后甚至可以量产App 以后看看谁App可以产出最多 这样子 以后人家不认识你也很困难 奇怪什么找来找 因为都是这个人的那个App 对不对 当然最好是都五颗星 我目前还好 我创下一个记录 就是目前为止还是五颗星 不过这不是骄傲 人太骄傲就会出事情 等下到时候会不会 会不会有人突然给我一颗星 当然这个其实不是说为了什么 主要就是说我们透过这种方式 后面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 你功能不要包山包海 其实网页跟手机是不同的 其实我想要的最简单的就是 简单 易用 快速 马上看到东西 这个当然 照着这个理念 当然也许就可以做出很多App出来 在生活上可以做很多应用 OK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好